突然有人骑着单车从右方闯入 不认重金骑士叭叭叭声的警告 单车骑士还是骑得浑然忘我 完全把马路当作是自己家 单车骑士擅自跨越双黄线 还逆向蛇行穿越在各车道 完全无视后方的重机骑士 以及前方的白色小客车 只顾着自己一路向前骑 期间白色轿车为了不与单车骑士真道 在过弯处还特定放慢速度 没想到单车骑士连看到了红灯 也都是直直的向前冲 完全不顾十字路口上的右方来车 而桃圆虎头山的环保公园 政府特别规划自行车道 但单车骑士也从不骑在最右方的自行车道上 这名单车骑士在山路上沿路违规 不认是直接从路口穿出 还是逆向蛇行穿越在各车道 或者是闯红灯 甚至无视一旁的慢车道 这趟路程最少就有四项违规 而自行车的违规罚则 在闯红灯逆向行驶 不依规定擅自穿越快车道 不再划设的慢车道通行 应规定都得开罚300到600元的罚还 自行车违反 其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 第73条及第74条的相关规定 本所将会针对该路段 加强违规的取缔 单车车友们上山 除了享受美景跟运动乐趣 同时也要注意行车安全 不要无视他人的安危跟观感 记得刘志战领会桃园采访报道 12月28日起 中天综合台 黄金九点 让爱飞扬